走进纳坝的荣品市场 不时可以闻到咖啡的香气 原来是市场边开了17年的 两瓶多小店 转移到市场内 算是扩大营业 过去是一家开了43年的干货行 专门贩售柴鱼片等新鲜食材 如今变身咖啡馆老建筑性空间 增添了咖啡箱感受很不同 两柱的结构没有更动 再花三个月的时间整顿维修 为了维持烘豆间的温度房自改装实 上头重新搭建 打造了一处半开放的阁楼 也成为这个馆内另一处 让人开心聚会 甚至上课讨论的小天地 咖啡馆的改装突显出 竹容挺至几年的变化 原来晚上比较热闹的夜生活市集 因为周边新开不少店家 白天也出现更多前来朝圣的游客 新开放的市場 市場一番歩いててちょっと横見たら 常にここほとんとさんが見える感じ なんかすごいいいなと思って 新しいというか 毎朝いい香りが境町市場に 本当に焙煎のいい香りがしている ちょっとずつ新しいところが増えてきて 坂井町も昔とはちょっと変わってますね 観光客とかそういう人が増えてきました 咖啡馆设有烘豆間经过 就可以看见 而老板经常出国 寻找一些优质的咖啡豆 台湾屏東骨坑阿里山等地的咖啡豆 也是他热爱的选项之一 而这里之所以有人气 除了老板亲民 喜欢跟客人友善交流 还有一项另类的服务 只卖咖啡跟人情味 想要喝咖啡搭配甜点 就可以就近在周边店家选購 有人的肉桂捲只要400日元 而在甜点店挑一个香凝塔 店家还会贴心地 帮你放在盘子里 咖啡馆老板跟店员 会依照客人拿来的甜点 建议挑选适合的咖啡 一起品尝 有趣的是市场的肉桂捲口味 是专为咖啡馆的香料咖啡打造 别处是买不到 而香凝塔最棒的组合 是水果系的咖啡香 也是容挺独有 这可都是店家挂保证的 老板说客人端来甜点 如何选择适合的咖啡会给建议 而平时跟大家谈天说地 畅谈店内空间 所刻画呈现的岁月痕迹 还有在地故事 市场咖啡馆的日常 不仅平凡温馨 而且有趣又充实 提别新闻 虚企邦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